教練什麼時候才可以進來遊戲室玩呢? 遊戲室主要有兩大用途 第一就是放學時間 姑娘邀請你做訓練 或者放學時有年長學會到 所以那幾本遊戲室裏面有人 正在訓練、活動、同學 不要拍門打腰 也不要在門外逃流 第二就是獎勵一些友好 必然有進步的同學來遊戲室自由玩 由今天開始 只要大家的成績、品行、態度、秩序等 任何一方面有所進步 老師就會獎勵大家一張能量卡 只要存夠五張能量卡 就可以於指定時間來遊戲室玩 好了,所以你的成績好 要關心遊戲室的卡 那你就錯了 除了一個好行為、好表現之安 更重要的是要有進步 例如小聲的時候 你常常追逐奔跑 太少爭絲夢學 但最後你可以控制到自己 遵守別人 慢慢走 你呀其他人 那就是有進步了 值得獎這張能量卡 是不是連那個上堂都可以 變得精精神神 積極管受得問題 不再發併阿夢 就可以給老師獎勵了 沒錯啦 是不是 只要我和同學好好相處 可以變得友善有禮貌 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再動手 都可以有能量卡 沒錯啦 我知道了 是不是我密書可以有五十分 進步到六十分 或者我可以連續一個星期 都可以整理我的桌面和櫃桃 就可以有能量卡 沒錯啦 能量卡是獎勵給持續有付出努力 想要自己越來越好的同學 當然啦 進步是要時間的 一時三刻做好就叫進步 而是大家能夠一直維持到 所以老師都會觀察大家 是不是持續到才決定 給不給能量卡的 那又是如果獎勵完之後 去補回雙上老師都會很失望 但是那些能量卡 是不是很難才能拿到的 不用擔心 班主任都會為自己頒 訂立額外獎勵能量卡的規則 可能是三月之星 又或者連續一個月交情通過等等 一會班主任就跟你們公布的啦 收到能量卡之後 請大家在背面寫上你的名字 記得不要轉讓你的能量卡 亦都不能夠送給人 否則會視為作廢 將會被禁止使用這張能量卡 去互換遊戲室的自由玩家 我明白啦 因為這張卡是老師獎勵 我的進步和好行為 所以是屬於我的能量卡 而今天開始 同星期一 四頭兩個小時 將會開放遊戲室 充足五張能量卡的同學 就可以在九層小飾時間 下過來遊戲室玩 而每次小飾遊戲室 最多可以容納二十個同學來玩 而每次自由玩時段結束之後 也請大家還原所有玩具及遊戲 這就是開放時間料 我是六年級的 如果拿草上五張能量卡 第一個九層小飾就去內地玩啦 跑完小飾就留下來 買零食做運動啦 而一四五年級的柳城小飾就是第一個 所以你們第一個小飾就可以用能量渣去換遊戲室玩啦 不錯啦 但是如果大家來到之後 遊戲室已經滿了 到二十位同學都不用擔心 大家可以向陳姑娘或龍姑娘 根據下一個開放時間 不過要記得帶能量下來了 如果要用車子就沒有了 我們和大師去行裝能量卡上打 正面已經來了 要去收人 請就位留意啦 用了這張卡是不夠這種問題 不過打工之後去這裡 以打了空的能量卡更漂亮 我們就可以用來做出籤咯 是啊 一共有三十個能量卡 每張卡都會有正能量 即根據鼓勵安慰大家 如果你可以儲回三十款能量卡 就可以獲得姑娘獎勵的神秘禮物啦 嘩 大家要給分點慢慢儲吧 咦 剛才我看到開放時間表 除了星期一 即可以用能量卡來遊戲室自由玩 好像還有一個五色點 你觀察力真的強啊 其實由九月份開始 我們逢星期一 星期四 都會逐班開放給同學 進來玩攤位遊戲的 雖然不是自由玩 但我們和下大師每次都會準備 三個桌遊給大家的 畫上三個攤位 就可以換領一份小禮物啦 是啊 五色的攤位遊戲 就不需要能量卡 輪到你那一班 就要吃完飯 就可以由和下大師 帶著全班一起來玩攤位遊戲 不過其他區域 就好像玩具區 放鬆區 就不會在五色時間開放的 只可以用能量卡 才可以自由玩小 遊戲室的不同區域 不要緊啦 不用能量卡 都可以 五色時間全班一起來玩 你看這些同學玩得多開心 那什麼時候到我們班呀 明天11月2日就輪到四班啦 下星期一就是四B班 考試後的星期四就是四C班 但是如果有些星期一或者星期四 學校有特別活動或者放假 就會改成新的衣服啦 無論小色還是五色遊戲室 主要都是我們和諧大師東直 如果大家不太會玩一些場遊 或者需要幫助 歡迎大家玩遊戲室裡面的和諧大師 但是如果大家玩過程裡面 未能出手規則 那我們要請你離開的啦 來近學校總會前線添加 這些新遊戲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遊戲室 和諧大師 和諧大師 我們下期會簽了四至五二級的和諧大師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有愛心 有同理心 有責任心 也都有時間可以按時多值的話 歡迎向陳姑娘或者盧姑娘留言 到時候會再見面大家 看看會否適合 期待你們一齊加入我們呀 今天我們的遊戲室介紹就來到這裡 請各位記者 這樣就可以獲得能量卡 有五張 還可以來遊戲室換自由玩的時間 希望在遊戲室見到這麼多位啦 你留下 問我 你好嗎 好